在如今疫情的大环境下 受影响作为严重的还得属科技领域 而放远全球来看 绝大多数的电子产品不是缺货就是涨价 其中步伐包括移动设备 游戏主机以及外设配件等 而备受玩家们期待的原价显卡 在短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恢复了 除此之外为了抵制挖矿行业 目前在未发售的40系显卡 NVIDIA也有望对其全面涨价 其中RTX4090的售价预计会接近2万元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30系显卡的正式发布 就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多时 但其货源和价格依旧是被炒得火热 而在经历过7月下行的价格低谷之后 显卡的价格其实一直都很平稳 当然这是稳定在高价范围内 而导致这样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虚拟货币的高居不下 以及矿工的批量扫货 而另一方面也是最为主要的 则是供货不足导致的 但现在来看这样的情况并非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缓解 所以对于NVIDIA自身而言 与其操心目前混乱不堪的30系显卡 还不如趁早准备一下自己的下一代矿卡 呃不对 是显卡 而关于NVIDIA下一代RTX401系显卡的规格参数 超级客也在以往几期的视频中为大家一一讲解了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回头查看 但此前NVIDIA所预告的发布时间将会是2022年Q4季度到2023年Q1季度之前 也就是会延期一到两个月左右 而根据推特用户Grainman55的最新消息表示 RTX40系显卡最快将于2022年10月发布 也就是和往年的计划相差不大 同时作为RTX30系显卡的Super版本 也将于明年的CES2022展会上公布 至于这样考虑的原因 则是NVIDIA为了保证自己的产品有足够大的竞争力 而延期发布并不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所以这样来看 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比较有可信度的 但在价格方面 根据著名爆料者Chair表示 为了打击挖矿行业的积极性 NVIDIA将会整体提高RTX40系显卡的售价 其中RTX4090预计2999美元 RTX4080预计1199美元 RTX4070预计799美元 而RTX4060预计399美元 如果在6.5的汇率里进行计算 那么RTX4090的售价约和人民币19493元 而RTX4080的售价也将约和人民币7793元 所以对比RTX3090的首发价格为1499美元 国行11999元 RTX3080的首发售价是699美元 国行5499元 也就是说RTX4090的价格直接就是翻了一倍 即便是RTX4060涨幅也高达了21% 至于其他型号的价格大家可以暂停屏幕进行查看 但要我说要是真的是这个价格 矿工买不买得起我不知道 但玩家肯定是买不起了 当然了以上的价格仅仅是预测而已 暂时只能作为参考 然而由于目前台阶电已经正式宣布 将会提高芯片的代工价格 所以40系显卡涨价是肯定没跑了 至于你会继续选择等待原价显卡 还是购买游戏主机进行过渡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咱们上留言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运气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枪 我们下期再见